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觉得有些游戏机制不砍实在是太过于夸张的change 又来到我们寂寞那家期待的单元 就是在3.47哪些游戏内容过于强大应该要被削弱 这次他的强大内容其实已经没有需要关落音的程度 而是明显到不砍我可以考虑直接换我砍频道 那前言人就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进行解说 那首先过于强大的机制呢 就像木秀鱼林封闭垂直 第一个排名当中过于前面的就是新出的一个项链 红蓝势力王当中属于蓝王的这个星辰项链 星辰项链它的强度我们可以从面板上面的37%使用率看得出来 第一名的话是看守直眼这没什么好说的 再来的话是赋予升华职业的两个组合 它就高达37%的第三名 它的每一条能力都很强 那我们先不管那个很好用的宝石链等级能力 加上技能的保留效用最高可以到20% 全技能宝石加一以及技能宝石品质最多到30% 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值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这个38%可以让吃品质的技能大放一材 不只包含了你的主技能 我们主技能当中呢 像是这个版本当中可能会有些人滥用的这个 幻影版本的熔岩颜送葬 幻影版本的熔岩颜送葬 它的伤害跟弹度是非常的惊人的 能够打通游戏当中的30层的内容 它同时呢送葬然后又引爆尸体 所以在打这种数量很多的敌人 会有非常好用的效果 那我们在讲到这个其他的设定之前呢 我们还要讲到 你以为品质只会让这些特定的能力变强吗 像是使用率比较高的电球 可以再次增加它的投射物 还有这个特殊品质的这个训捷 可以增加你的投射物速度 是有这样的用途吗 其实不只是这样 技能品质的放大 如果在光环上面的话 可以再被光环效果再次的加倍提升 那不只是你的技能品质的部分 你的一些辅助宝石 觉醒辅助宝石 如果是品质比较吃重的话 它每一个宝石都能够提升 你30品质的情况下 你的整体输出会多非常多 等于你的每一个宝石都多一点天赋的伤害 那更不用说是吃等级的技能 再加一个等级 所以星辰它的能力值跟强度来说 绝对是做坏等级的 任何你吃得到宝石等级 会需要开多光环的保留 以及全部技能宝石 AKA几乎所有流派 都用得到星辰的护身符 所以我个人认为 护身符该怎么砍呢 第一个是拔掉全整级的这条尺碎 然后它的整体强度没有这么高 然后再来的话 或是降品质 让它的上限变成20左右 那保留效用可能会拔掉 或者只剩10% 这三条全部在一起的能力 实在是太过于惊人了 它除了没有防御面 没有生命之外 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项链 OK那我们看到 第二个它的好朋友 红王所掉落的这个 全知晶体项链 那全知项链它的能力 运用在流派的数量比较少 主要是运用在 攻击系列上面的一些 元素伤害技能的流派 那进化全知的技能 我们以前比较理想的视频 可能是 前缀是生命带一些功能尺碎 再来的话 后面是补一些抗星 那现在我们的视频 可能就是带有生命 然后高的能力值数值 最好是力量跟敏捷 因为通常走这个流派的人 会走在右下角 增加敏捷的%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那进化全知它的强大的能力是 可以把能力值换算成一个叫做全知的属性 装备的需求会用全知方式来满足 那每10全知可以穿透 抗星 然后增加1%的元素抗星 最后我们很合理的角色 大概都会来到2000左右的全知 在endgame的模式下 2000左右的全知呢 就拥有了非常高额的穿透抗星 几乎是无视抗星 并且穿到怪物直接脱裤的程度 那全知加抗星的话 加这么多的抗星 我们也不会需要用到防御面的尺序 所以呢 在抗星都有的情况下 又有穿透元素抗星的情况 那进化全知就已经满足了一个流派 绝大多数的攻防硬体的能力了 那要做出这样的全知装备 其实也很简单 你可以使用罗格的方式去点出 后最拥有比较高的就保留 然后慢慢做出合格的饰品 或者可以使用精髓去堵出比较好的数值 那这个进化全知最常用到的 就是两个打击技能 首先呢 第一个是弓箭系列的攻击技能 使用龙卷射击 作为一个清涂刷涂 非常强大的技能 他几乎就是只要把点上点出来 有攻击速度搭配全知之后 打王刷涂的效率都非常的高 那你们可以看到龙卷射击 目前的渺亡能力是非常惊人的 就靠着全知 让攻期直接翻身 不考虑防御面的部分的话 这是非常完美的流派 再来的话是闪电打击 像是我们前面介绍的 手套杯的冠军 就是走一个全知冠军打击 使用闪电打击的方式 那其余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都是一些元素 伤害的技能 以兵为主 好那接下来的话 这些一些是装备 然后我觉得可能还会被砍到的 包含的是这个使用 非伤害异常的能力 做一个搭配 可以解决了还蛮多 比如说暴击率不足的问题 那接下来的话 要如何砍 我觉得应该是砍全知套用的一个效率 那目前全知的每10点全知 我可以觉得把它提升到15点全知 再满足这个条件 那会稍微降它的一个能力值 但是可能会稍微比较平衡 不然把它这里改成一个范围詞缀 比如说10到15之类 让大家可能这两条都没办法洗到顶之类的 降低进化全知的一个伤害效用 可是我必须说 全知的项链 它给予的伤害防御 跟攻击流派的应用是很不错的 目前会觉得它太出格的原因是因为 那其他没有什么可以跟它竞争的同类型玩法 它只要特化出全知体系之后 它几乎就是元素攻击体系 最好用的一个搭配组合 OK我们下一个提到了防御面当中 非常强大的邪漏融合 邪漏融合它的使用率高达了18% 降低你全部的抗性 80到70左右的区间 那你的元素抗性上线改为你最高的元素抗性 恭喜有了这个之后大家不用当光环师 你都可以让你的全抗变成90% 那拿到全抗90其实很简单 一个使用率最高的一个做法 基本上就是使用判官的体系 其实也不限定升华 只要你能够把单一抗性拉得很高就可以 而且现在游戏当中拉到单一抗性很高 防御面也很简单 就能做到非常的攻防一体 这是跟几个做坏的装备有关 我们会一并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首先你可以看到判官的这个防御面 大抗90 然后满魂抗 攻阁法阁满 非常高的护甲 非常可怕的减免 高生命 高能量护兑的秒回 隔回什么都有 所以基本上现在的判官 走一个正火 火焰陷阱 或者是一些电球之类的伤害类型玩法 他的伤害不是最顶尖 但是生存能力确实是最好的那种 那怎么样撑到大量的抗性呢 首先幻黄圣顿也是我觉得 他会被砍的部分 包含了这个最大的冰冷抗性 完美的提升了大抗 再加上野蛮判官这一区往下面走一点 这里会拿到一个抗性上限 那再加上现在要拿到加1 上性抗性 你可以直接使用红蓝王上面车使用的特殊油 来放到你的防具上面也 也在衣服上可以骰出加1的全部抗性上限 可以轻松的把你的抗性直接拉到 那个大抗89 90%左右 那幻黄圣顿还有格挡时回复2% 护甲的能盾 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再加上我们现在基本上一定会开 坚定反抗之起的能力 好那我觉得幻黄圣顿该怎么砍呢 首先是把冰抗上限给砍了 你可能加2%加3% 但加5%实在太多了 然后再来是格挡时回复2%的能量 护盾改成1%到1.5%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那在此之下的话 否则运用这样的防御机制 拿换盲使用格挡 然后再撑到大量的抗性 配合了血肉流合之后 一个流派的防御机制会做得太过于强大 基本上就是当年的五节光环 时接近那种程度的防御面 非常可怕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话 是受伤时释放的一个体系 受伤时释放的话 使用保护药水可以避免自己 受伤时释放玩死自己 那使用骷髅来触发它有个好处 首先你必须让骷髅它的一个死亡时间 跟你的受伤时释放的时间 然后重叠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流派 我可以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影片 它如何使用到 这个防御机制的程度 那基本上就是使用控制药水 让这个保护水不断 让其他的功能药剂都一直使用 然后再配合你的这个骷髅 所产生的时间 让它做成一个完美的运行 那基本上使用最多的会是使用贵族 它贵族的运作原理 其实你看一下也很简单 然后使用这个减少时间 让骷髅的时间降低 然后使用这个异常品质的 可以让它不要那么容易死掉 让你的受伤时时间释放 跟你的法术的时间完美的重合到 那这样一来的话 就可以维持这个的运作 可它的缺点就是 你会需要这些珠宝 让它时间配合的刚刚好 再来的话 如果没有怪给你杀 它就会直接断水 一旦断水了 那你基本上 在这角色就活不太下去 它的生存是非常依赖这颗保护药水的 但以刷图来说 或者是刷30层之类的内容 它还是有一定的作战能力的 OK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为什么 这个受伤时释放 它有形式非常多 伤害很多 那前面我有提过 很多关于受伤时释放 它可以用到的一个体系 大量的法术 你可以使用法术的集回之类的手段 再加上一些附加点伤的手段 让它的伤害变得很高 在技术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大家提过了 它为了要增加你法术原本的能力 它把一些 比如说 回响 释放 或者是那些COC 然后引导时释放的能力 都已经被改低非常多的系组 然后加强它的基础点伤 可是基础点伤 运用在受伤时释放的话 是完全没有被砍 反而是在被更加强一阶段的伤害输出 所以它的周边运作很可观 那我不太清楚 它这个部分会怎么看 只要保护水没有被砍 然后骷髅的受伤时释放运作机制 没有动的话 它依然是刷涂很好用的机制 甚至也有高机率不会砍 因为它基本上对王战来说 是一个没有太好的一个运作机制 OK 再来的话是基本的前期做光流派 我觉得爆炸箭矢跟闪电打击 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选择 在前期技能当中 由于打击技能的近战系列太弱 甚至现在新出的近战联盟 大家都没有想要把闪电打击认为是一个合法的近战技能 它就是一个伪投射物的近战 那爆炸箭矢呢 爆炸造成5%的更多集中异常状态伤害 它几乎是现在最好最优秀的一个脱光技能的选择 即使手感再怎么着 大家还是很喜欢玩它 而且如果你是用元素石之类的高伤害的流派版本来玩的话 它可以在很少的投资 就造成点燃伤害一发件 可以达到千万等级的输出 在前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NERF的话 会使爆炸造成的5%更多集中异常伤害降低一些 那闪电打击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有效的来削弱它 我觉得毕竟它的伤害能力 其实也真的没有到太好 只是其他的技能搭配 它可以跟全制搭 它可以卡好位置 然后之前还可以跟水师阶级做一个运作 那以现在来说 它同时拥有了打王的能力 因为可以用近战跟投射物 连续打到两次覆盖的伤害 那也可以使用一些投射物速度穿透的效果 刷涂也效果也很棒 那其他的技能基本上 单体比它强的刷涂没有它好 那刷涂比它好的不是近战技能 那就尴尬了 OK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主流技能 很多人会说召唤骷髏会被砍 但我觉得召唤骷髏它的强度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召唤骷髏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图腾流拍 它在刷涂到了后期 也现在召唤流拍大部分都被砍的情况下 蜘蛛刀比较贵 运作机制需要大地主的情况之下 那其实整体的伤害面跟防御平衡来说 骷髏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但它就是一个比较无聊的召唤类的图腾流拍 那再来的话是两个打击技能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的强度 那塞克隆旋风展 最后还是触发一些 比如说引导石施放啊 然后COC之类的一个做法 那其余往下面看的话 就是目前可以搭配品质使用的 然后改强蛮多的这个电球 然后并貌受伤石施放 正义之火等等 火焰陷阱的体系 那至于火焰陷阱会不会砍呢 我觉得强的不是强在火焰陷阱 而是它的等级强化效用 还有星辰之类装备的搭配 那它本身也不是什么爆发性 或刷土非常好的技能 所以呢 我觉得它的系数可能也不会动刀 那以上是今天的分析 那最后跟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除了整体的游戏内 技能的运作之外 与图天赋当中 相邻掉落几率的话 有个地图头目 两%几率掉落一张相邻的地图 当你把天赋当中 所有这个类型的点数点起来 那张王基本上就一定会掉落相邻的地图 所以你就选一张容易冲亡的地图 然后王最好是两只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不断的打到高等级的相邻地图 无限各种势力王站巡回 非常非常的轻松 真的是超级扯淡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能力应该也是要 稍微的Nuff一下 或者被砍掉改成1.5%之类的 才不会到了游戏中后期 我想说我都不要那些能力 我准备一只超级速刷王流拍 一只打王流拍 我就可以无限的刷王 各种王 然后卖地图什么都可以做到 然后那以上是今天的介绍 希望能让大家了解一下 3.17版本有什么OP的玩法 那如果有其他人运策 我相信内容应该八九不离十是这样 因为这一期真的是 没什么好说的 强的东西就是这样 然后过去比较猛的东西 已经被砍过一轮了 所以差不多就这样 我们下个攻略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 by bwd6 我们下来 我们下个攻略 我们下个攻略 的这里 大家能够 进来